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距离历史性的川金会剩不到24小时,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于明,12日,早9点见面。 由于金正恩韩现长时间不在北韩,为了防止在出国期间国内发生政变,金正恩让左右手,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镇首平长。 据海峡时报引述韩国时报报道,有消息人士指出,金正恩为了防止自己出国期间国内发生军事政变,他将自己的第二把交易,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留在平长,以监视后方安宁。 由北韩官媒所公布的照片显示,金正恩搭机时,崔龙海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等人在机场送行。 报道指出,金正恩上台后多次肃清一己,但仍深怕遭夺权,金正恩日前尽量次短暂书访出国以及跨过38度线与南韩总统文在寅见面。 此次穿机会,金正恩10日下午出国,预计12日下午回国,身为北韩领导核心二把手,崔龙海在金正恩宣布把国家发展重点由核武转移至经济后,其变不断增加出息经济活动的次数,鼓励党员积极参与经济建设。